主导医生在做手术时突然犯了帕金森 患者的肚皮都被割开了医生却止不住的手抖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学生们 索性大伙都没有发现 这是他们第一次跟著名医学专家一起学习事件 居然兴奋地拿起手机自拍留纪念 虽然这种行为违背了医院的规定 可泰迪为了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犯病就并没有制止 他故作淡定控制着颤抖的手 要强行完成这场手术 然而下一秒就割破了病人的大动脉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所有人顿时慌了神 设备上响起了危险警报 他们赶紧为患者注射生理盐水 几秒钟的时间就足足流失了两声血液 心跳也随之消失 泰迪拿起止血前试图堵住喷射的伤口 让助理帮他紧紧按住 然后自己手动去做心肺复苏 一向崇拜泰迪的徒弟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对泰迪说别忙活了 你做多少的心肺复苏也不能把失去的两声血按回来 没想到泰迪根本没打算停手 而是冷漠地说了一句 反正人绝对不能死在我手上 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 原本就只是